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横跨多元产业 东西方的美学在这里交汇 设计州已经做了四年 它在国际上也有了一些影响力 天津的设计州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 如果说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那么创新则是这个城市发展的原动力 时代智商栏目组带您亲赴现场 直击这场艺术的盛会 打破功能与美学的边界 激荡现实与理想的共鸣 过去 现在 未来 从混沌到有序 结构实用美学的生命活力 心系天地 扣问创新的价值 不追赶时代 而是看美好的设计 把未来展现在眼前 回南走进银科时代智商 当然是来自荷兰 那么很高兴地能在中国采访到你 虽然说我们是远个万里 但是现在由于科技的发展 地球是一个共同的家园 非常感谢 我非常开心回到中国 我在过去八九年在中国工作 我从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 有机会在这里做设计 用设计去改善生活 是一件让人感到激动的事 我非常地赞同你说的 中国和荷兰离得很远 但是我们同属于地球村中的一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当初为什么来中国 因为我好奇 是不是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市场的大小不是我的主要思考方向 亚洲有着一种对未来的强烈好奇 这儿有很多科技发展迅猛 我很喜欢这里的精神环境 感觉比荷兰更有家的感觉 对我来讲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居民 但罗斯加德 1979年出生于荷兰 是国际著名的设计师和创新者 因其对未来景观的设计而闻名于世 他在2007年建立了罗斯加德工作室 与设计师和工程师团队一起构建更美好的未来 罗斯加德是经济论坛的青年全球领袖 被福布斯和GOOD 100评为富有创意的改变创造者 雾霾进化塔最初设计它的时候是一个公共空间的一个进化设备 这个灵感是源自于哪里 我来自荷兰 这个国家绝大面积的国土在海平面之下 所以我们需要用科技和创意思维去生存 我们有风车有大巴 我们既与水相邻也一直抗衡 所以我认为在我的国家 创造力是和生存仅仅相异的 来到中国并把这种思维创意的方式带到这儿是一件很棒的事 在这里和中国合作去看我们如何改善生活 我热爱中国 我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很多年 我发现中国很关注未来 对未来很有好奇并愿意去创造 与此同时中国在寻找社会发展和汇集个体的平衡 对我来讲设计不是设计出一个桌子椅子或者灯什么的 设计对我来说是要改善生活 几年前的一个周六的早上我在北京醒来 我可以看到车人密度很高的都市生活 然而过去了几天整个城市完全被雾霾覆盖 甚至看不到街道的另外一边 这样人很伤心 我知道这对人不好也对环境不好 我看到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 比如发展清洁能源电动汽车非常重要 我个人也因为这个雾霾受到了启发 我在想我们能用雾霾做一些什么 我们能不能做一个非常大的室外的空气净化器 然后把这个雾霾吸收进去 再然后释放出清洁的空气呢 所以整个这个项目的源起就是一个梦想 能够给城市空间提供清洁空气的梦想 这就是减霾项目的开始 这个是雾霾净化塔的模型 这个外形的设计受到中国宝塔的启发 我们首次在北京展示的时候 一些参观者认出了这个景象 把它称作是可以清洁空气的宝塔 对我来讲我一直是非常喜欢把这历史元素和文化元素 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我认为设计就是去发现和创造新的联系 非常好 非常好 比如说一个城市当中雾霾很严重 那么这个它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我们发起的这个减霾计划 它不仅仅是这个雾霾净化塔本身 而是一系列设计和公共讨论 这个塔会在它周边的环境当中 起到比较好的净化作用 在塔周围形成一个比城市其他区域的空气 清洁55%到75%的一个净化区域 所以这第一个目标就是来产生一个 在地面的洁净的空气空间 比如公园等 这样小朋友就可以在室外活动了 这是第一个目标 那第二个目标呢 我们希望掀起关于环境和洁净空气的 公共讨论和环保意识 和学生科技公司政府等等去讨论 我们能为城市减卖做些什么 所以这是一场减卖运动 它与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相呼应 比如清洁能源电力汽车 我们普通人通过自己的创意 做自下而上力所能及的改变 这两股力量在中间相遇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们需要合作 我们相信合作的力量 同时这是很新的过程 非常特殊的项目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举个例子 这个是北京的雾霾 这就是雾霾 我们的项目半天收集来的 一个的净化塔可以净化 三万立方米的雾霾空气 它会不会产生其他的污染 不会 能源的运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雾霾净化塔的用电量非常非常小 它的这个耗电量相当于一个 家用烧水壶的这个电量 比它还要小很多 下一个版本我们希望能用到太阳能 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花费了很多的时间 来确保它的可持续性 但罗斯加德这次带来在设计周的作品 是他的雾霾净化塔 净化塔身约7米高 拥有6个白色百叶窗结构立面 采用专利的无臭氧离子技术 能够每小时净化3万立方米的空气 同时能够捕捉并收集空气中 至少75%的PM2.5和PM10颗粒 从而在其周围 创建出一个近乎循环的清洁空气区域 2016年秋天 他将雾霾净化塔带到了北京 在41天的时间里 净化了3000万立方米的空气 而它的耗能 仅仅相当于一个电水壶 天津的一家环保科技公司 已经成为单在中国的唯一合作伙伴 正在推行雾霾净化塔 在天津的国产化生产事宜 减霾计划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是不再需要这个计划的 我希望看到一个城市 已经不太需要雾霾净化塔的那一天 我希望我的晚辈在未来会问你 爷爷 你年轻的时候做了些什么呢 我会告诉他们 我建了一座雾霾净化塔 然后他们会问 什么是雾霾呢 当然 在那个时刻来临之前 我们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觉得中国人非常聪明 我相信中国会在未来的 5到15年之间 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 做出很多改变 这种变化是可以看到的 我们看到美国现在还非常注重 传统能源 而中国开始大力投资清洁能源 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是领先的 你们的总理在公开演讲当中 多次提到可持续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性 这样的讲话非常鼓舞人心 我深信不疑 但如果我的设计可以在这方面 起到帮助作用的话 那我将会非常高兴 我们的城市需要你这样的设计师 谢谢 非常感谢来到这儿 让这个项目得以开展 我学了很多东西 也在做很多 让我们一起努力来改变现状 下一个项目和国家不关 我们要做一个在太空中的项目 太空垃圾 现在有120万太空垃圾碎片漂浮在宇宙当中 这些垃圾来自人类 比如像损坏的卫星等等 这些垃圾可以损坏正常工作的卫星 让通信信号终止 没有电视 银行不能工作 没有社交网络 微博等 我们正在思考的是 如果我们可以清洁城市 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想法来清洁太空呢 这应该是下一项目 当然 我们需要耐心一点 至少还得有五年的时间 你有没有一个更有效的制埋方法呢 我们开发了一套城市减埋设计 现在我们的项目是减埋单车 它吸收雾霾哭气 将其净化释放 我们都知道共享单车在中国非常普及 我们愿意合作将骑行带回城市 让骑行为城市减埋 我们在与中国公司和设计团队合作开发这个项目 另外非常有趣的一点是自行车跟骑行 它把中国跟荷兰两国联系起来 在我们的国家就是自行车非常非常重要 就连我们自己的这个总理 也会骑着自行车去成功 但是在北京在不久之前 也是以自行车为主的城市 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自行车 把两国的这个文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荷兰政府对环境保护方面 对公民的要求以及环境的治理 都有什么方法吗 首先你要知道荷兰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国家 我们大概只有1700万人口 相当于上海人数 我们的人口很少 但是从想法和创新来讲 我觉得还是很强的 因为必须要有这样的创新关键 我们才能生活 要有很多想法 知识和教育 而我们的政府也意识到了这样的情况 会鼓励民众创新 做一个提案 允许反作进而发展 对我来讲荷兰是一个平台 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去思考 实验一些新的关于未来能源 废物循环等创新方案 然后将好的想法向世界各地推广 当然荷兰也有好看的风车 还有郁金香 说到了能源 那么在清洁能源方面 能讲讲荷兰的风车吗 荷兰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是让能源使用和生产来中和 不产生浪费 国家认识到传统能源产生污染 不可再生 所以大力推广清洁能源 比如我们的公共交通 很多是运用风能发电运转的 这潜移默化地对普通人的生活做了改善 当然荷兰很小 中国很大 很多新技术在中国的推广需要时间 还有一个有趣的是 荷兰人从不直接接纳 而总是先问一个为什么 这个存在于我们的血液当中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你从小就是一个行动派吗 我是一个创客 从小我喜欢在自然当中玩耍 像盖树和动物玩 我总喜欢把身边的环境进行改造 让它更适合我的喜好 但是小时候那种心态和好奇 将会永远伴随着我 我在中国也看到了让我好奇的书 比如人们在公园里面打太极 放风筝非常美好 这种公共活动你能接受吗 如果让你过这样的生活 打个太极拳 放放风筝 过这种悠闲的生活 不行 我有太多的想法 我得先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实现 没办法我改变不了 天生就这样 那你还是个行动派 另外我意识到 当我们在做新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是从一个业余选手开始的 四年前我对这个舞台是以我所知 我也是一个业余选手 但是我去跟很多人去讨教 现在我可以自成专家了 但是现在我又变成了一个 在太空垃圾这个课题当中的业余选手 所以我们总要从自身中找到好奇 把自己当成业余选手那样去学习 这一点非常重要 提起荷兰 人们总会联想到一望无际的 玉金香花海和成牌的风车 出生在这样美丽国度的丹 总会在创作中 用科技诉说对绿色的渴望 他的作品《绿之光》 《彩虹车站》 《发光公路》 无一不是美不胜收 将科学实以完美的中心 对我来讲 真正的绝对不是说 我们的手感是凭车手 而是干净 干净的空气 流水 还有很远 他将收集到的雾霾颗里 制成戒指 雾霾在他的手中 也画成了宝石 你是不是觉得 中国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灵感 是的 中国发明了笔风筝 我发现当我在中国 还有新加坡一些高校里面 来做讲座的时候 我会看到孩子们都非常好奇 充满问题和想法 在中国工作生活 我学习到去思考整体性 中国人的思考方式 和欧洲很不一样 有自己的逻辑 非常好 它让我保持开放的心态去改变 霧霾净化它 最后净化出来是有这种颗粒 这种东西还可以再利用 我认为未来不应该有浪费 一个环节产生的垃圾 应该成为另一个环节的原料 我们看到这个雾霾颗粒 我就在思考应该用它去做些什么 我们了解到这个颗粒当中 大概有40%的成分都是碳 我呢是一个数学家的孩子 我知道当把碳元素进行高压的话 就可以形成钻石 我不是在向你求 我们不要紧张 看一下啊 非常好看 我带着试试啊 很漂亮 所以每分享一枚乳霾戒指 你就会为这个城市贡献 1000立方米的洁净空气 这个对我来讲其实是最重要的 做出一个特殊的物品 让它和每个人产生联系 由中国年轻人用它来做结婚戒指 用它当作一个希望的标志 真正的美的标志 对我来讲 真正的美绝对不是一个高级的 手表或者是名车上 而是干净 干净的空气 水 还有能源 这是我给中国的提案 在一起合作 让这个美得以实现 在天津是第一次展出吗 是首秀吗 这第一站是在北京 然后第二站是在天津 接下来我们会有 其他几个城市的巡展 当然我们的这个展示 不仅仅是这个塔本身 更多的是一个公众的讨论 所以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展览 这个活动 会越做越多 也会有更多的女士来找我 说要想要一枚戒指 不过这没关系 我没有结婚 没有人会嫉妒的 觉得您的每一件作品 似乎好像都是在唤醒 人们的一种公共意识 我们做过一些项目 我们做过一些项目都是非常有公共性质的 比如说我们有自行车道 它在白天充电晚上发光 非常美 富有诗意 安全和可持续 我们还有一个舞池的设计 你跳舞的时候会通过舞池产生能源 我们做了很多关于未来和环保的公共设计 我们做过很多美术馆的展览 并获得过相关的奖项 所以减卖计划不是我们的第一个作品 单字称是艺术商人 那目前你的这个工作室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有的时候项目来自政府 或者是美术馆的委托 有时我们做自己的项目 有想法固然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它实现 可以让它生长 有一对工程师和设计师一起工作 把想法来实现 这非常 不过你是对的 我不会把作品放在博物馆当中 然后摆上不要触碰的牌子 我想与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去将项目实现 不要忘了我是一个数学家的孩子 科学总在我的脑子中 是对美的渴望将我们联系起来 我试着做力所能及的事 流今岁月 他们在我们的镜头前 奉献 分享 感悟 时光中 意义生辉 科学与美学 艺术与商业 单游刃有余地柔和着这些元素 创造出和谐的乐章 它既有着新奇的计划 又怀抱着对未来的责任 天地之间皆是它创作的舞台 它也在创作中不断升级自我 失于人 失于心 失于自然 用一个又一个作品唤起了人们对自然的思考与聚焦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设计的 在我大概16岁的时候 我去了一个建筑博物馆 我本来不想去 我的老师非逼着我去 我看到了这个特别美的木头模型 有公共空间 有房子 这个展览是来自一个很著名的亚洲建筑师 但那个时候我就决定 我要做一个建筑师 一个创作者 我现在已经37岁了 我一直在追求这个渴望 创造建筑和公务 当然 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启发他人去创造 作为一个设计师 当初大学毕业的时候 一般可以去找一个品牌更大的一个公司去工作 为什么选择去创业呢 当然 我也在这种大型的建筑事务所工作过 但是我一直非常好奇 而且我希望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做事 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困难 当然 所有创业者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当你向别人去呈现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会给你说 这个不行 这个不可能 但是你知道到你最终把这个想法实现的时候 他们怎么说吗 这是一个好的想法 为什么你早点没做呢 但是没关系 这个是创新的一部分 必须会发生的 有一个团队辅助你 让他实现一个非常好 当然 这事做起来不简单 否则人人都会去做 我们都知道荷兰是一个环境优美 生活舒适 大家生活得都非常悠闲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过上了这种工作坑的生活呢 我不把它当工作 它是我的生活 也许这才是真正工作坑会说的话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给我力量去做新的东西 不到30岁您的作品就获得过不少国际大奖 而且在世界各国的最高级别的博物馆展出 那么您的这些成绩是出自一定个人呢 还是您的团队呢 非常有幸能和优秀的人才合作共事 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 一般来说我有一个想法 我呢会为他创造一个工作团队 我会从始至终在团队当中 与此同时我也会把主动权交给同事 让他们在里面创造 我的工作就像是一个导演 一个主编 工作室的经营理念是什么 我们这里不断地改善现状 我们相信创新和科技可以改变生活 我们需要展示出来 我们有艺术作品 原型作品来展示这个愿景 那关于未来景观的设计 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 关注这个话题 与我们产生对话和合作 这是非常好 作品从创意到成品 肯定是有一个节点限制的 如何能在短时间内 做出这个有效的创意作品 当然 当你有一个想法 你需要在很多限制框架当中 做出实现 比如像时间 金钱 精力 找到艺术 时间和经济的平衡 本身也是设计的一部分 我不害怕限制 因为限制本身会挤出新的想法 如果你看到雾霾颗粒 它曾经是垃圾 是某种障碍 我们会把这种垃圾做成了介质 前两天我在北京的酒店前台 看到工作的女孩 带着一个雾霾戒指 我问她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戒指呢 她说 我希望加入到这场运动当中 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为解决雾霾问题贡献力量 而不是产生问题 我特别开心 她理解这个项目的精神 然而她并不知道我是谁 在北京 我最喜欢的酒店 这个场景令我感到很欣慰 非常感谢丹 你不仅是致埋过程当中的一个 实践者同时 也是一个倡导者 下期时代之商 杨帆对话 天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建筑师任君 一起了解她眼中 由绿色建筑构筑的绿色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